哇,就是各位朋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我们的故事 我们一开始其实就是做白玉的,白玉就生存不了 后来就改了做珍珠 我们曾经有一段时间是很focus做珍珠的 所以我们那时候很focus做珍珠的时候 我们有很多很好的珍珠的 后来现在目前这个阶段我们就focus在钻石跟宝石 所以珍珠这一番就没有很重点做 可是我们还是有一些不错的货 最近珍珠突然要贵起来了,流行起来了 大家昨天看到我去新闻发布会 我就看到西洋老师带珍珠 然后京城的老板娘还带了一个大气地黑珍珠 所以今天我就很多朋友在问这个黑珍珠 其实这个大气地黑珍珠在我刚刚日航的时候 那时候都是要一万块一串的 后来就是大家知道就突然掉了 掉了之后就是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账 最近就去年开始账得一塌糊涂 所以现在这些都是我们以前的旧货 所以大家买到就赚到了 就是现在可能账了一倍的不值 所以就是 所以现在它一账大家都要买了 目前只有寄一个找到证书 这个有珍珠鉴定书黑碟珍珠 只有一条有证书的 12到14.2米才1999 只有1999只有一条只有一条 反正这些我也不是很容易看 可是有些客人很容易看的 所以皮光又达到几米又什么什么的 我大概有一些而已 就是这些就是都是信价比很高的 这个你看 这个才1088 9.5到9.9米 你看很多是很特别的颜色 甚至有大这个孔雀绿有的 孔雀绿有很圆 以前我们这种multi color是卖很多很多 我们有几样东西 我们每个客人都有的 就是multi color肯定有 天女猪基本上都有 现在天女猪已经不起了 现在那时候我们客人人手一颗 然后这一个就890 8.3到10.2 也是multi color 这个圆度就没那么好 不够 可是亮度也是非常好的 彩度很好 然后这个1480 11到13.1 反正我们这些货都是市场上 你两倍三倍都买不到的 这个我很肯定 很负责任的跟大家讲 两倍三倍都买不到的 这个multi color才999 反正现在我们重点不在珍珠了 所以都抛货 卖了就算了 基本上也不会进太多的珍珠 所以你说我们现在有没有很好的珍珠 我现在主要是我们是进宝石跟钻石 那你能力有限嘛 你不可能什么都买了 就是我自己 这个1280 1280 所以就是你focus 就是我们也focus在钻石跟宝石上面 我这个才400 我们有我们以前有一个60寸的非常 皮光也非常好 60寸才699 就是当然质量没有这个好 你看皮光非常好 这个大概也是1280 1280 现在都是抛货了 现在我们就不是重点在做珍珠上面 这个很好 这个剥了没有 好像剥过了 这个11到13.8 1680 皮光非常好 皮光非常好 这一个就点点比较多 点点比较多 这个就1280 1280 点点多 然后这个1399 就是这个扣 是金扣 这个扣都要750 这个扣都要300块 1399很超值 这个也是有一点鞋吃 可是你这个扣都要300块 三四两 哎呀王菲尔 来来来 马上那个 来来要不要拍一拍你 大家有兴趣的朋友 赶紧接微信 谢谢大家 对 对 对